历节归来的台商搭着华航专机抵台 而曾经失联两天的风鸣公司副总蔡仁斌 也带着一家大小回到台湾了 他说暴动发生当时他躲在垃圾堆里面 吃别人不要的饮料面包 徒步走了三个小时才找到人求救 终于逃过一劫 而现在越南的局势已经趋缓 受损不大的统一企业还有凯撒魏玉 也在今天复工 华航专机抵台从胡志明市 日回来的389位乘客历经劫难 踏上台湾土地总算露出微笑 一度失联的风鸣公司副总蔡仁斌 也带着一家大小回到台湾 躲在那个垃圾堆 喝一半的那个饮料 还是吃一半的那个面包 捡起来 加减吃一下这样子 大概一天多的时间吧 能够顺利脱身真的不容易 暴动当时蔡兵单独出门办事 却遇上报名尾厂 公司被砸被烧 整整两天跟外界断了联络 走到那个所谓台办处 他有指定就是靠近我们工厂 应该有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因为我要慢慢走 看有没有人跟踪我 我还要 然后还要戴口罩 就像在逃难 好不容易逃出越南平洋 不过当地厂房已经几乎全毁 为了清点损失 风鸣公司董事长上午也搭机 前往越南 很多台商有跑到我公司来 请求协助 受损很严重的就是自行车产业 目前局势趋缓 厂房设备受损不严重的 统一企业及凯撒威玉 最快在今天复工 记者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